我们前方的路还很长 我知道该做什么 愿圣光保佑你 谢谢你来 珍娜 我想跟你们说 我决定离开库尔提拉斯 你要离开 为什么 我收到一封来自莉莉安佛斯的信 他请求我协助被遗忘者 佛斯 我看过情报 他替大酋长犯下许多罪信 他找你有什么事 被遗忘者失去了他们的女王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他们第二次被遗弃了 他们彷徨失措 孤独无依 可是卡丽娅 这些跟你没有 珍娜 他们是我的同胞 我父亲为了罗德龙付出了一切 我想荣耀他的回忆 守护我们米奈西尔家族 并维护家族的名誉 好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德瑞克 你不用跟我走 库尔提拉斯是你的家 我还是普劳德摩尔家族的一份子 但改变之后 我也想看看浪潮带来的新命运 我明白了 但是我会想念你们的 来好好道别吧 如果就这样放你们走 母亲和坦德瑞一定不会原谅我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 别吊声信心 我活在阴影之中 还有很多事要迷失 感谢你愿意跟我见面 我是莉莉安佛斯 佛斯小姐 我听过你父亲步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抱歉 还没介绍我的伙伴 这位是德瑞克普劳德摩尔大人 普劳德摩尔大人 我必须坦诚 我必须坦诚参与了害你成为不死族的行动 对此 我感到非常抱歉 你知道他们在金字塔里对我做了什么吗 折磨我的心灵 还企图把我当成武器来对付我的亲人 我一开始不知道 直到后 我应该要阻止他们 被恩写题展现了我所没有的勇气 如今 我恨不得有机会改变过去 你找我们不是为了道歉吧 为什么请我们来 这位勇士看到你帮助普劳德摩尔大人 帮他走出痛苦 但他不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受难者 夜精灵哨兵 你们怎么 山光保佑 他们都死在泰达西尔 然后在愤怒和黑暗中被迫重生 攻击自己的同胞 他们现在也被遗弃了 就连烈火焚身的人 死亡依旧凌冽冰寒 卡丽亚 我能体会他们的痛楚 那种无助 你一定要帮帮他们 德瑞克 我们会一起帮他们 你们好 我是罗德龙王室的卡丽亚米奈希尔 我会尽可能地帮你们 请跟我们来 那场面会跟我预期的一样顺利 相信卡丽亚米奈希尔 会帮助很多迷失的人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还要继续努力